但是还是有几位民众回想起当时到保龄用餐的经验 心里面就觉得怕怕的 有民众之前是从台南北上到这个地方来用餐 他当时吃的是华蛋和粉 他又觉得这个蛋会不会有点太生了 没有想到他回家之后真的吐了好几次 身体还发冷 保龄其实也被爆出 去年就因为他集欠了60万的款项 被某一个蔬菜供应商给断货 直到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钱都还没有还清 保龄后来采买的食材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有他保存食材的储藏设备 是不是有符合规范 现在也成为外界质疑的焦点 另一排上写着要烧毒施工 所以暂停营业 台北新一A13保龄茶室 疑似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 案件像是滚雪球 受害者接连站出来 刘小姐声称两天内上吐下谢快十次 但是否真的跟餐点有关 得看检体检验结果才能确定 只是保龄过去争议也浮上台面 之前因为经营不善 基线蔬菜供应商快六十万款项 直到现在都还没还清 供应商因为被欠款 当时早就停止供货 推测保龄是自行采买各项食材 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有问题 成为一大一店 不过被欠钱的供应商认为 食材应该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会不会是保龄茶室后台储藏设备 比如冰箱 食材保存不善也遭到质疑 其他百货业者则私下透露 美食界餐厅的食材进货后 短时间内要烹调处理的蔬菜会冷藏 大块筋肉类则会冷冻都会分类处理好 确保食材品质 另外也会针对餐厅店内环境 和餐具定期抽检 如果发现缺失 就会开单陈述限期改进 复检后如果还出现重大缺失 将依照合约规定提早解约 保龄茶室风波问题到底出在哪 有待离心 百货美食街协力厂商大时代则表示 正在准备资料 承诺会在这个月底之前 给大众一个招待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